彻影忧只用他的脸就证明了 只要你够帅男粉比女粉还疯狂 这个曾经让程骁都不敢对视的男人 让颜值圈有了新的名词 脸蛋天才 只要穿上西装 彻影忧就完美演绎了 什么是小说照进现实 从出生就拥有 竟将男主定级配置的彻影忧 从小就因为长得好看 占了不少便宜 他在节目中透露 以前去吃饭时 老板娘会主动给他免单 或者送小礼物 步入校园后 彻影忧成了风靡全校的神级人物 这一殊荣不仅是因为他的颜值 更得益于他优异的成绩 据悉彻影忧上学时 考过最差的一次是全校第20名 成绩都是常年排在全校前三 还得过全国奥数比赛季军 而他的班长宝座 也从小学连任到了高中 钢琴小提琴这种 捕获少女心的技能 也是直接拉满 而他曾经的梦想 就是考入第一学府 成为一个正直的检察官 所以说女神将领里的彻影忧 是本色出演都不为过 15岁那年的彻影忧 因参加学校庆典 被星探一眼相中 对方见他逆天的颜值 大有不谦下他 恃不罢休的意思 但此时的彻影忧 心里还装着检察官梦 对星探描绘的花露 没有一点想法 像所有的冰山校草一样 他礼貌而又疏离的拒绝了 随后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 接下来的日子 彻影忧按部就班的 考上了理想的高中 谁知那位星探 一路追到了他家门口 还想煽动他的父母 一起来劝说 在星探隔三差五的攻势下 父母妥协了 他们同意让彻影忧 先去试试看 彻影忧就这样 被连拖带拉的拽进娱乐圈 而曾经有个专爱 拍爱豆丑照的博主 在跟了彻影忧 一个月后 直接发帖道歉 因他竟然拍不到彻影忧丑照 可想而知彻影忧的脸蛋 是怎样的惊为天人了 韩玉一直有句话 不论你喜欢的是谁 你的墙头里一定有彻影忧 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 在这个时代 素颜几乎成了 一人不可逃脱的考验 但在前段时间 彻影忧因为在vlog里 公开了素颜 面对装前装后 毫无差别的彻影忧 有哪个敢说补心动呢 其实早在几年前 彻影忧就在一档户外冒险综艺中 展现出他那扛打的颜值 那时候他如牛奶般的肌肤 惹来众人呈现 甚至一度秒杀 很多少女团女艺人 外貌让女生都有危机感的他 一度成为韩国女艺人 最不想合影的人 而在节目中经历风吹日晒 业外生存十几天后的状态 却依旧360度无死角 别说粉丝了 就连男嘉宾都招架不住 早期彻影忧 受邀参加某综艺 被问起魅力 男嘉宾直接激动喊话 不要对我笑 更有节目本着科学的原则 直接上尺子测量他的五官 从长度宽度等多方位测量后的结果 就是车影忧的脸就是黄金比例 总之在韩国人的眼里 这是一张学术派和非学术派 都认证的门面担当 正不愧是韩国男团斯曼南的代表人物之一 但车影忧从来都不只是靠脸吃饭 2017年车影忧为了给组合打响名号 利用公司的影视资源 接派了爆款神剧 我的ID是江南美人中的学霸男主 成功让他火遍中日韩 彼时 Astro才在众多男团中脱颖而出 而车影忧也走上一人乃全团的不归路 据统计从18年到20年 Astro三年的收入达到了89亿 而车影忧一人就贡献了64亿的成绩 由此可见这个门面担当有多重要 但车影忧真的没有一点缺点吗 一家四口车影忧最丑 这是车影忧妈妈常说的话 在许多人看来 颜值高无疑是人生的加分项 而这却成为了车影忧小时候的烦恼 为了不让儿子因此骄傲 车影忧的妈妈从小都对他采取冷漠教育 表现在好也不曾得到过母亲的夸赞 这曾一度成为他心口的伤疤 每次提起此事 车影忧都是委屈巴巴的 但是在你以为车影忧只是一个软萌小奶狗时 他却在直播中疯狂踹门 极力告诉众人他是车 没那么单纯 影忧 而在一档综艺上 主持人问他有没有叛逆的经历 他的表现直接让众人笑不活了 的确是从小到大的乖孩子啊 连谎都不会撒 直接脸红可还行 主持人在看到车影忧的反应 只好也露出了原来如此的表情 在和粉丝连迈时也是极具诱惑 还真是没想到车影忧还有这么一面 而车影忧极力嘚瑟下 受伤的也总是他 在某档节目中车影忧和嘉宾在玩空中球游戏的时候 由于没有掌控好从高空掉下来的球的位置 而不小心被球砸中关键部位 引得周围的嘉宾连连惊呼 现场一度混乱 并且这种情况还不止一次 就用网友的一句话来说 架他这事还得考虑考虑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